人最不该怕的就是穷,穷苦穷苦,看似猛如虎却可以催人奋进,发人深省,能笑到最后的人,都是人穷至不穷者,因为只要自己不放弃自己,想必就连老天爷都压不住他这份稚气。 老人常说,神仙都依不好活不成的人,也一样不会放弃有希望的人。 生肖兔,生肖兔的人就是能够在求财得财的一个典型,因为生肖兔的人在工作当中,从来不会太过严苛,反而在相处的过程总是退一步,不会把人逼得太紧,这就导致了生肖兔的人有助非常广泛而温和的人员,所以肖兔人身边会有非常多的福运,这些福运都是他们的福运。 曾经帮过的人来给予他们的,三太子来保佑,生肖兔人自身所拥有的福运就会给他们带来求财得财的一个属性,所以肖兔人可能会得到钱财,坐等发财。 并且如果他们在这个月底有什么心愿,那么成功的几率将会比平常的时候还要多,怪不得说生肖兔的人是能够求财得财的生肖呢。 生肖兔,生肖兔人的福运特别的旺盛,并且这份福运之所以能够这么旺盛,完全是因为三太子来保佑,生肖兔的人很多运气,可能是财运,也可能是事业运。 这份运气,包含的钱财或者是事业的机会就非常的重大,并且将会远远大于生肖兔的人自己奋斗所得的。 所以生肖兔的人在这个月底的时候是可以求财得财,坐等发财。 这份财运也只会属于生肖兔的人,别人都夺不走,就算有小人盯上了,那么小人也不能够对这份财运怎么样,毕竟这份财运是上天专门赐给肖兔人的。 生肖兔,生肖兔的人非常渴望财运的到来,他们一直都祈求助财运能够降临在自己的身上,改变自己目前所处的生活状态。 在本月的时候三太子来保佑,他们的心愿就能够得到满足,生肖兔的人运势非常的高,已经高到可以改变他们命运的状态。 所以生肖兔的人在本月能够求财得财,坐等发财,财运就直接降临在他们的身上,让他们能够利用这份钱去改变自己不想要的状态,去达成自己一直以来的心愿。 生肖兔,生肖兔的人也正是因为这份财运,他们的生活已经变得截然不同,所拥有的钱财的数额也是翻了好几倍。 生肖马,生肖马的人命中财大幅也大,时刻能受到众先关爱,从小大到没有收到太大的挫折。 三太子这次保佑必能升职加薪,一夜暴富,奖金拿到手软,财星大涨,事业兴隆,潜力巨大,能得到极大的回报,运势极佳,能开心过个好日子。 生肖兔,三太子保佑,生肖兔的人都会迎来财富上的大丰收。 会有很多条管道,同时进钱来的。 生肖猪的人也一向不是省油的灯,倘若有好的发财机会,岂能错过了。 时机一来,他们比谁都精明,一定赚得钱包满满,腰产万贯的。 生肖牛,生肖牛的朋友胆大心系,做事从来都追求卓越,这一点品质让他们在工作后,得到了老板的认可,很快就能升职加薪。 三太子保佑无病,无痛,无灾,福报无穷,横财不断,好运说来就来,必大计大利,事业能和财运两相合,鸿福不断,财源滚滚,带来好运连连,发财水到渠成,好运分治踏来。 人有时候穷,不是因为运气不好,只是因为时机未到,很多人虽然人穷,但稚气不穷,运气不差,总有一条明路通往富贵,像这样的人老天爷都不会让他们穷太久,只要你是数这六个生肖的人,眼下穷些不可怕,来日富贵即亨通,老天爷都不会让他们穷。 生肖鼠,兔,所谓穷一时而富一世,说的就是鼠鼠和鼠兔的人,流年今旺,鼠鼠人和鼠兔人可谓年年有才,心系而善思是这两个生肖共同的特点,就算日子过得很缺钱,他们也能找出各种缘由,不是省钱省出一座金山,就是生意做出新高度,能读懂他人心, 身为聪慧人,这辈子有才有智慧,注定不是穷人命,老天爷能让他们绝处逢生,出身再穷也是贵人。 生肖马,鸡,属马和属鸡的人,都有一副急性子,然而为人却都很坦荡坦率,日子辛苦不足为据,因为属马和属鸡的人,从来都不会被现实击垮,他们的智慧比人高,胆大而心系,过过穷日子更懂得富贵来之不易,所以一发起才来就是大富大贵。 虽然眼下可能是穷人,但是运气越发好,做生意最容易成功的就是他们,就连最容易得到贵人信任的也是属马和属鸡人。 这辈子就算想穷,也得问问老天爷同不同意,生肖猪,蛇,生肖属猪和属蛇的人,世间至极理性和至极感性的个性都在他们的身上,睿智过人,财运如大海,广播无银。 属猪和属蛇人的性格很相似,都是不轻易显露自己长处的人,低调但是有内涵,魅力和气质都胜人一筹,这样的人岂能不得到财神的青睐。 和家庭穷不穷一点关系都没有,他们在事业场上不但不艰难,反而蒸蒸日上,贵人层出不穷,钱财也能越积越多,财源犹如铁树开花年年岁岁都风龙,迟早都是富贵人。 生肖龙,生肖属龙的人天生命格高贵,龙是富贵吉祥的化身,生肖属龙的人受福星眷顾,一生运势亨通,他们有助天生王者风范,有帝王之相。 生肖属龙的人要么出身大富大贵,年少之时就有许多剩余别人的优势,非常容易成功,要么他们则是出身贫寒。 但是他们个人魅力依旧知足,且头脑聪慧,天资聪颖,他们能靠自己的打判和努力争取上位,做生意者会飞黄腾达,财力丰收,且能收获亿万资产,生肖属龙的人是同龄人中最容易发家致富的人。 财运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,钱虽不是万能的,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,无论何时何地,都要笑对人生,对自己重新信心。 只有这样,工作才有更大的动力,才能为了理想坚持下去,收获到满满的福气。 在生活当中我们都会发现,善良的人迟早都会有善报,但是恶毒的人却迟早会遭到恶报。 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下,哪些生肖的人,心地很善良,没有诚服,但是却非常有福气。 一起来看看吧,生肖羊,羊人非常温顺,非常善良。 羊人生来就是悲天连人,羊人总是处处为别人住下,很少为自己考虑。 有个羊人做朋友,你就有福了。 羊人没有坏心眼,不会主动地去害别人。 羊人是最具有同情心的,羊人受不了朋友的落难,羊人必会为朋友倾其所有,两肋插刀。 羊人脾气最好,羊人总是那么无所谓,自己受在大的委屈也不计较。 所以,属羊的人最终能够福气满满,日后很富裕。 生肖龙,生肖龙的人一向很顾子孙后代的,他们努力地做好事,行善助人。 一方面是出自于本心,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对别人有帮助的人。 另一方面,他们也是想为后人树立一个好的形象。 而他们的善良行为,一定会成为庇佑子孙的福气。 并且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